纳税前买单的红酒好喝吗 澳洲台湾都加油 澳洲红酒好大啦 外交部我们是采用 澳洲的自由红酒 Freedom Wine 因为台湾跟澳洲 站在一起的时候会更坚强 台澳友好 澳洲酒精换台湾口罩原料 因为台湾将提供澳洲 购买三顿口罩不支部原料 而澳洲给台湾一百万公升的 酒精原料 凤梨外销到中国 绝对不是中共同路人 今年外销凤梨市街上 到对岸的市场 8000多公顿 比去年的同期期间都公顿 还增加 是中国需要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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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所以说三次 外销到对岸的市场 通路仍然在走 量的部分还是有逐渐的出去 抗中保台护民主 谢谢中国让台湾 减少对人民币的依赖 真是太贴心了 中国片面决定 在3月1号开始 暂停我国 凤梨输入到中国这样的一个信息 我这里要代表所有的农业部门 跟台湾农民感到无法接受 而且 非常的遗憾 中国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中国需要凤梨 不是凤梨需要中国 突然之间通知说 我不准进口了 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实在是很无理 人人都是周嘉宏 大内宣我最会 欧洲也通在这边 要接受我们台湾的 翁莱的家庭 过去一年 凤梨出口澳洲数量 404040啊 台湾农民要自力自强 不要让政府公亲变四足 没赚到154万 一定是你不够努力 农委会主委说 农民年所得平均154万元 农家里面有7成是兼业农 3成是专业农 那我报告里面的154万 是所谓的专业农的农家所得 凤梨虾球 凤梨炒蛋 凤梨排骨汤 凤梨炒萊猪 营养一百分啊 42万吨的凤梨看起来很多嘛 除下2300万人的话 我们每个人只要吃18公斤 四五天之内就把它解决了 所以根本对台湾来讲 没有那么问题 凤梨自由了 八一亲们吃起来吧 3 3 6 11 10 15 15